大家好,欢迎收睇为你推介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订阅我 周天为Fanessa Chow 的YouTube 频道 按旁边小小小,那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条新片了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是帮港出声博客 施智山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黄黑杯葛又如何?》 《立会选举顺利》 《乱港者没订棋》 《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的立法会选举 在刚刚过去的12月19日终于圆满举行 这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治生活的 一件值得股胀和庆幸的事 如果没有了2019年的黑暴动乱 大家就不会意识到原来和平是这么珍贵 更不会看清黑暴背后的 以外国势力破坏香港稳定的真灵真面目 这次立法会选举原本举行 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和启示值得大家关注 更值得有份参与投票的市民给自己一个鼓掌 首先 很多人将今次的立法会选举的成功与否 放在投票率上 或者以有多少人投白票或者有多少废票来论得失 其实我认为这只是捉错用神 2019年的颜色革命被平定之后 香港可以迅速举行一场和平以有秩序的大型立法机构选举 这个已经是一项非凡的任务和成就 简单来说 行量新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是否成功 最重要的指标是外国者治港的原则 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而不是简单地着眼在投票率或者有多少人投了票 人多投票固然好 但如果选出的都是一些外国的代言人或者汉奸 这种选举对香港又有什么意义呢 2019年11月黑暴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结果 就是一次这样的反面教材了 今次153个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 无论哪个当选 他们都是经过符合外国标准的审查的 确保不会再有汉奸能够入到立法会 那就是今次选举 保护国家安全最成功和严格的把关 没有了国家安全 说什么投票率都是假的 都是虚的 所以说参加投票的市民值得为自己鼓掌 其次 不管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 或者香港的黄丝黑暴 如何唱衰今次的立法会选举 135万的香港人出来投票 有效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横体碰体都是一个绝不能被忽略的数字 这135万投票的选民 除了是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亦都是投票支持这个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 黑暴残余分子和黄丝自己放弃投票 是他们自己的事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就好像黄黑分子选择移民或者走路去到外国 没什么值得可惜 亦都无需过分圈掩 黄丝不投票 太阳每日仍然照旧在东方升起 香港每日仍然高高 懸挂着中国人的五星红旗 和特区俱旗 他们所谓的杯葛选举 或者投白票 在将来的历史回望 只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笑话 此外值得一赞的就是联署和警方 为了保障今次立法会选举 顺利举行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有效打击了祸港势力的破坏选举 对于在网上煽动不投票或者投白票的非法行为 联署迅速地拉了人公布案情 警方又在投票日前 在票站附近地区作高调的巡逻 甚至出动突警 手持了轻盈的步枪戒备 这些史无前例的防范措施 成功震慑了网图破坏选举的人 保证了今次选举的顺利举行实在是应冀一功 还有的是当香港在中央的强力支持下 顺利举行新的立法会选举 不想看到香港稳定的西方势力 当然又再在废话连篇 立法会选举结束后的第二日 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 外长立即发表共同声明 指责什么 香港的民主元素被侵蚀云云 西方国家这种指手画脚 其实是一种心有不甘 死心不惜的反驳 英美等国看着自己在香港 一手扶持的政治代理人 已经逐渐被瓦解或者关押 如今西方在香港安插的棋子 连入閘都未必能够得到参选资格 他们的心理又怎会平衡呢 心理不平衡 当然就要走出来语无论次 今次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 实际上就是不再给外国势力 扶持的反中乱港势力入到立法会 华知你美国或者英国暴跳如雷 将和港势力掃入垃圾堆 已经成为香港的政治新常态 黄仁在伦敦搞出来的所谓公投 主题是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在香港的执政地位 和它的管治投票 主办方就是在英国的港人组织 Limberg Kong 他们说要表达对中共操控香港选举的不满 还呼吁港人坚持要对 为法为义的选举作政治抵抗 他们抹黑今次的立法会选举是偽选举 就说当选者是清一色偏向建制 又说投票率低 但是自己搞这个所谓的公投 大家猜猜有多少票 连100票也没有 只有73票 说真是笑大人的口 究竟这群黄人 当中会不会有涉及违法 而潜逃去英国的人呢? 如果有 竟然还可以大大声声地指责香港的事务 到底他们会不会面红呢? 要说公正公义 就麻烦他们 首先堂堂正正地回来香港 面对相关的审讯先 到远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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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感谢观看